量子技术被誉为影响人类未来的十大技术之一 成为国际竞争的热点 经过20多年的研究公关 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取得了一批世界领先的创新成果 从莫子号量子卫星发射成功 到量子金户干线正式开通 再到最近在国际上首次实现的多维度量子隐形传态 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继续领跑世界 新中国的第一 今天带您了解我国量子通信领域的重大成果 2019年8月15号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报道 中国科学家潘建伟研究团队 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高维度量子体系的隐形传态 量子隐形传态是一种全新的通信方式 通俗来讲就是将假地的某一粒子的量子信息 在以地的另一粒子上还原出来 被传输的物体就像是进行了一场星际穿越 美国物理学会等发表评论称 这一成果为发展高效量子网络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是量子通信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我觉得整个量子信息可以提供一种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手段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在中国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光学实验室 我觉得经过将近十多年的努力 我们已经达成了这么一个目标了 2001年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 从奥地利学成回国的潘建伟 开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 并陆续将一批有潜力的学生送到国外深造锻炼 最终成就了世界上著名的量子梦之队 2016年8月16号 世界首科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莫子号成功发射 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 星地高速量子密钥分发 和地星量子隐形传态等三大科学目标 使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基深国际领先地位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评价称 国际同行们正在努力追赶中国 中国现在显然是卫星量子通信的世界领导者 从03年花了8年时间搞清楚到底能不能做 正式立项是到2011年了 从2011年到2016年发射 真的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 在整个路径过程当中是充满着未知 别人觉得是非常疯狂的 2017年9月29号 世界首条千公里级量子保密通信干线 金户干线正式开通 推动了量子通信在金融 政务等领域的示范应用 利用量子金户干线与莫子号 量子卫星的天地链路 我国在北京和维也纳之间 成功实现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洲际量子保密通信 根据计划 我国还将与意大利 俄罗斯 瑞典和南非等国 开展洲际量子密钥分发实验 我们希望在五年左右呢 我们能够突破白天的 或者说可以抵御太阳光的 这种高轨的量子密钥分发的 这种手段 最后呢可能有高轨的卫星 有这个低轨的卫星网络 有地面的光纤网络 这样的话你就会看到 未来我们天地一体化 真正这个量子通信 激光通信复合的一个 下一代的通信网络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展望和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